大笨象惠控公布上年純利增长2.7 赚162亿美元 符合市场预期 末期息每股14美先 折合港元1.9元 按年增加1.6元 随税前利润升1.5元 有219亿美元 期内贷款减值 撥备121亿美元 汇丰控股行政总裁欧志华称 集团减省成本和精减人手 是为了调配资源到增长潜力最高的市场 目前为止 汇丰在全球的业务已经财减1万1千个工作崗位 整体裁员或者不会超过3万人 而香港区财减的人手可能大幅少于原先报道的3千人 至于同系的恒生银行 全年赚166亿8千万港元 按年升1成2 好过市场预期 派第4次中期息 每股过9 全年合共派息5.2 恒生同时宣布 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梁高美二 在5月11日的股东周年常会之下会退任 6月离开汇丰集团 如无意外 现任汇丰银行中国及香港区顾问李维敏 将会接替梁高美二的职务 香港分频电视记者黄嘉莉报道